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刚好是绝杀 因为他那个要点的3800 这两个罗汉加起来2300 砸了4300 应该是刚好砸死 预期还不错 对面方船是这围盒棋子 因为这围盒的话 主上这边还有两只引弓配合大方封王 而且对面现在没有罗汉 所以对面还是有点虚的 选择让这个辅助以及这个风气全部起子人的 但魔王不用起 他觉得你应该不会点我另一个魔王 然后再给方船砍了个药 但主上这边好像并没有点 选择仙家野兽 因为对面开场的话是放下了这边大堂的 所以的话选择仙家野兽 然后再去点对面 魔王是起了个流镜 这边是稳节奏了 起上鬼眼 然后看风 流镜加上给你打面伤 然后找了机会再点你 对面还是先起火杀尹宫 这个尹宫又在神佑 对面运气有点差 这个封印不准就算了 这宝宝一直存 方程再封 这次能不能准一点 好 依然不中 对面已经三封不中了 然后第四封 终于中了 这个武装罐的话封的魔王封重 把队长封了 就他应该封这个机会是小熊猫的 因为小熊猫这边的话有个塔 他如果把葡萄山封过的话 这个葡萄山说不定 而且这位和葡萄山要补灵动了 你可以看到他只补了一次灵动 他这个灵动肯定要刷满了 如果你封中的话 说不定还能把塔给封了 他可能是防一下点渣 觉得封一下输出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边的话 这个两个魔王在 他如果葡萄山拉起来不顶要的话 这个魔王点的蝙妙可能还站不住 好 果然是控了一下尸体 高脸宝宝控 失了 大唐并没有去直接扫对面尸体 而随点再 Där是说一次龙龟 那对面魔王起来所以选择虚妙一把 这魔王的青玫绎妙面伤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出这个蝙蝙妙非常疼 但直接这边边没伤就欠缺了 跑进态虽然加伤害 但是比对面给大诺 所以这个加了伤害就是比较少了 好 这个龙龟跟幽灵都是残雪 那这边的葡萄珊 那个葡萄珊的状态也不是太好 可能要选择给葡萄珊顶个药 还要解这边的一个封印 那这边的话 这边应该是不敢点啥 他敢要先一个龙龟顶药 然后幽灵解自己 就没法就大死亡了 或者是来一个大特技吗 被笑了 那就没法就大特技 因为天正解术 对于拿药三术 这边还是比较尴尬的 然后点了个药 解了封印果然 然后出一只宝宝 非常聪明的葡萄珊 因为也是知道自己会被笑 大堂是选择先破血 这个叫做龙龟 因为那龙龟是法皇的 能吸收伤害 这个大堂打宝宝 还是非常疼的 因为毕竟有天将大人 那个忽略召唤生 一定防御 而且那个龙龟根本没防御 他应该 也不是那么没防御 那龙龟速度 好像也不快 比这边的尹宫慢一些 反正 对面的一个曲脸 对面宝宝飞的差不多 三飞了 已经是 只剩下一个龙龟 跟一个尹宫了 跟一个刚拉出来的 一个幽灵 跟一个童子 这个童子好像血不多 可以看出 这个童子血是真的不多的 是一只高连宠吗 还是什么宠 反正至少我感觉 应该不是耐功的 血并不多 那个对面 毕业打官能打两千射 可能是高连三二的 好对面再笑 因为觉得 因为曲秒秒的 伤害比率高 然后 觉得有塔的话 你应该 应该还有份的能加 能用特技 但是这边并没有 选择用特技 是加了个波兰 因为地府的血不多了 然后给这个地府 卡了个药 大堂起干将 躲了这个尹宝 但是大堂起的 这个干将的话 躲掉封印的话 下来可以用 这个童子解杀 因为这个童子神了 童子解大堂 然后普通三拿一个灯 那就可以点杀了 然后对面 这个魔王顶上药 对面打这个童子没打掉 那么童子解大堂 血是不够的 肯定要起个血灯 那地府可以 这个小双点杀了 方程先是 可能觉得会被点 先起了个混眼伞 波兰一下魔王 因为就这两个人 比较偏碎 但是这边好像并没有点 是选择让普通三 起了个指人 他选择大堂起了个指人 那就没解封印了 是有金星吗 队长是罗汉的 那应该是有魔王金星的 不然的话 这边解了的话 大堂已经起了指人了 他其实可以用童子解大堂 那个童子比大堂快的 然后大堂可以扫出去 或者是破血一下也行 应该有愤怒吧 大堂好像是没怎么用愤怒 破血过一次 大堂应该没愤怒 但是可以扫 扫一下保卫也不错 那个立劈把这个童子批掉 选择用比较慢的龙龟解自己 但是这个龙龟 那这样的话 这个龙龟就没法输出了 然后刚刚的血宝宝 其实没必要急得顶掉的 因为你既然罗汉的话 对面也顶不死你啊 对吧 对面全面也不会对你造成 一个太大的伤害 比如这个指人陈这边 打的算是比较保守的 保守啊 可能说尽量求稳 然后这个对面是落魄了 像魔王 放一下点杀 因为对面还是没有罗汉 那这把大堂封印出来了 所以这把一定要封一个法 封印封两个输出 两个风系都封出出 没封中大堂 但是把魔王封中 地府其他那应该不是点杀 地府其他的话 直接长期之后打这个利劈 长期之后的话 这个打对面的宝宝 是不必处保护的 而且是能打的必中 因为你有时候平坎的话 那他不一定中啊 长期之后在那时候 某两个魔王群秒 他就应该够了 但是一个魔王被封 利劈再跟一下 好了 把对面利劈给劈死了 等于他们是相见不太一样 这个龙龟是避雷的 但是这个龙龟的话 帽子没什么伤害啊 龙龟是四个雷单 四个雷单的龙龟 然后那个 其实龙龟的资质的话 在宝宝中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 工资的话 普通的龙龟 工资满工都是1440 有点合适可能达到1500左右 然后体质非常高 1000多 甚至6000的 变异的是吧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房资 15001600 然后速度可能偏慢 但其他资都比较不错啊 法子也高 这把是点对面 葡萄山对面猜到 起了个混元伞 看能不能点死 第三刀 第二刀是暗暴 暴了2000多 第三刀少了 比较低一点 第四刀是直接保护了 但是这个魔王得砸了 看看这两个魔王了啊 因为魔王的砸是不稳定的一个技能 但对面有罗汉 他应该砸的不高 力气劈了一下 混元伞 这边再反弹一点 保护了一下 看那个葡萄山血液不多了 魔王起塔 对面的队长 帽子没动 帽子对面队长是防御了吗 那这个武术是被封了 熊猫练武术的话 因为是比对面的队长慢的 所以他被封了 他没动可以理解 但对面队长也没动 那应该是防御了一把 然后这边是选择 笑了一把小熊猫 控一下地府的愤怒 大堂休息了 那我这边就可以稳定的出手 直接不封你输出 直接是选择 把这边辅助封掉 然后几个金轻爵 因为有罗汉了嘛 金轻爵全部加血 再挺个大惊 毫无压力 两个魔王却面上继续来 这两个魔王的话 战争又高 正反又大克 这个伤害非常的暴力 好的 24005的4900 这已经是把这边秒残了 远程跟这边有点 扛不住对面的输出啊 两个队伍都面上不在一个打 是个真的是 特别是秒宝宝的时候啊 他这边秒 秒对面宝宝对不疼 反而是对面秒 这边宝宝特别的疼啊 40004000谁扛得住啊 那现在能接罗汉的 应该就是大熊猫 跟那个小熊猫了啊 因为武术的话 他这个队长这个魔王 是刚刚罗汉过的 他这个愤怒品是没的 拆起了他 所以现在只有地府 跟那个魔王有愤怒啊 但他这把并没有空地府的愤怒 让地府罗出来了啊 这样的话 这边是笑得很开心啊 所以这把的话 很明显就这两个人罗汉 但对面并没有选择笑着人啊 非常的尴尬 地府罗汉出来 但是宝宝并没有保住 这个宝宝还是飞掉 但是他还少了一些啊 你看要是没这个罗汉 估计地府要被爆死了 刚刚魔王群秒报了2500 那如果按照那个什么来说啊 没有罗汉没减一半的话 那应该是要没有5000了 没有5000的话 这个地府直接挂了 那怎么玩 所以这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对面的话 方正这把旗塔 方正旗塔 因为这把的话 主上这边两个被封 他也是个 而且没什么输出宝宝 他觉得应该不敢点我了吧 所以这把是直接方正封一把 所以方正三的话 没事的话可以封个身 分身的话 躲法上 还有就是说躲 躲他一个未来的一个点杀 对吧 躲未来的点杀 因为有时候他想点你的话 看到你有分身就没法点你 他大人群魂也散 而且你有了分身之后 下一次他能点的单位就比较少了 我中央他应该不会点 但能点的就两个魔王跟普通三 你就逼他不点 你知道吗 逼他点不了人 那就好打了 因为其实这个三宫队友的话 他点不死人 他就很难 他这个武单就耗得快 然后还有点就是 他三宫队友面上并没有你高 他应该有发现 这两个队友的魔王的伤害 差距还蛮大的 对面流进没有 应该要补一下流进的 现在回合也是11回合 两个魔王流进都没了 而且刚好这边有罗汉 补一个流进是非常完美的 那指引称这回合是个点杀好机会 对面这把包补流进的 那补流进的话 那对面肯定没法防点杀 要不要称这把强点 好 睡魔王没睡中 再封大堂 哎 中了 那这边就没 那就没法点 希望这边没点吧 因为对面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直接封两个输出 地府再次起鬼眼抗风 然后大狼起干将 躲掉这个封印 魔王果然是起流进 那武术这边这个魔王是选择群秒一把 这个群秒爆了对面的方程爆了3000 但是秒宝宝真的不疼 1000多一点点 这个魔王秒的稍微高也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 对面的幽灵飞掉 暂时是没有什么雪宝宝了 一批批到对面队长 对面队长的伤害略高啊 这个批不动啊 防御也高啊 伤害也高 因为一批计算伤害还要计算防御的 所以各种打不动的感觉 好 这边的话 那个现在他这边 但是紫金城好像是没高速宝宝的 他这边没高速宝宝解不了大堂也没法点 除非选择普罗山人解大堂 那不然大堂也只能再起个塔 因为大堂好像塔还塔还没有起过吧 我有 我也不确定啊 好 对面放上去只能什么 你看 我说刚刚你分个身就行了 你分个身 他这边根本没法点你的 你知道多了小手 他点是没用啊 然后拉起来 你因为小那个分身还在 好 他这边点了 但是谁解 谁去解啊 哦 他刚好是用了水清 被削了 是用了金钱 还水清被削掉了 这个小爽没中 好 那么这个魔王取秒报了9200 你妈 有点高 我直接是把这个宝宝给爆飞了 当这个大堂没动 那这个点杀肯定要失败 而且现在大堂也没什么血了 这也扫不出去了 那下一把这点杀肯定也是能防住的 因为你下一把的话 想点 那就必须得人顶大金 人再去解封印 那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你没法丢小死亡 那你普通山顶大金 你地府人解封印的话 丢不出小爽点死也没什么用 所以下一把的话 这边应该是不点了 直接出个高速宝宝了 不不错 好 笑了一下这边的一个魔王 然后控一下魔王的金钦 开始知道 这边紫形成了法系有大特技的 好 果然是出了这高速 但隐身的宝宝应该是签数了 这个时候出隐功就不理智了 对吧 好 地府读一下 刚刚那个点杀非常尴尬 并没有给笑掉了 大堂这个血不够 而且是出不了手 血是够 但是出不了手 后来被两个魔王秒都没血了 关键是被封了 这个很尴尬 但是点死也没什么脑袋 对面是没中小手王的 这个签数出的有点瘾 直接被秒死了 他本来是想出过签数 然后下跃后顶顶药什么的 但是这个签数一出来就废了 操 这两魔王开挂了 而且二号宝宝就被秒神了 好 这边点了很多药 我们先把血加起来 这边宝宝防御确实高 但是对于魔王来说 这个防御高没什么暖用 好像 据分界分析的话 这个开发测试服不是要改进脉吗 好像是说要把魔王削弱 就不知道是怎么削法 是要削他的这个法爆的这个倍率吗 就是说因为魔王抱宝宝的话 他有一个加成嘛 会额外的多50%的一个伤害 就是说本来你暴击 打比方啊 你是100 然后他如果暴击宝的话 会多50% 就150了 所以群苗 有时候群苗宝宝的时候 背了本看到群苗宝宝的时候 你看经常4000多 9000多那种 这个很关键 所以那个会不会出现说削杆 削弱一下魔王的一些暴力啊 或者说 他的牛镜能被驱散了 因为牛镜可能能驱掉啊 而且带杆子效果 给他把那个杆子效果弄没啊 或者是说 这个牛镜的话 只有50%距离抵抗风影 那么要抵抗驱散 那么Diff就有一定 几率能驱他的这个牛镜了 对吧 不知道是怎么改啊 分界还没有进那个城市 不看 你有路斯的视频告 新秀啊 现在还在维护呢 目前这个梦号是在维护的 是的没错 好 Diff毒一下对面来回血量 这个毒的话 回的血并不多 因为他的魔王是满血的 这个只毒 只回了三个人的血量 然后这个对面魔王群秒 面伤 这边是直接丢无魂了 现在在扛不住 因为现在罗汉戒不上 卧槽 这个群秒爆了一万多 尼马 这直接对着魔 被爆飞了 这个宝宝血过去都没一万 080 0808吧 我操 大根神还要不要这么暴力啊 不过好 这对面的宝宝输出并不高 大家可以发现 对面并没有什么杀人宝宝 其实也就是对面求稳的一个表现的 因为对面觉得 那我战神高 你看我两个猫把你秒生狗了 我没必要冲你 我直接出耐功 只要扛得住 保证魔王一直出手 我有宝宝来挺要 那就行了 我根本不需要冲你 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这边笑一下 Diff 在封大堂 帮你揭露汉 清新咒 解一下无魂 但是并没有解掉 这个因为对面毒 毒太多 再加上有无魂 他那个有时候 七宝灵灯 有时候他的AI会掉线 他有时候不会去解那个无魂 有时候的毒已经解掉 他还会去解那个毒 有时候会这样 具体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太了解 因为这就涉及到 梦幻的一个UI设计了 那这有一个优化问题 好的 这边有个大惊 但这边的血量很低 两个斧杖全部都要挂了 而且对面刚刚飞翅肠记者 把龙龟给封了 导致龙顶不出药 那这边大堂龙龙肯上顶要的 但是没顶出来 现在这个魔王跟两个斧杖都没血 对面两个魔王一秒出来 这边顶不上血就没了 好 虚明直接秒一波 这个虚明 这个虚明的伤害我就喝喝了 大哥你这个虚明是不是没加紧 跟他产品要300血 100血我得不来了 好的 这边起子人 地府人跟这顶得大 那这样的话 普罗山起了只应该也不会是 大郎直接把这宝宝换了 因为这个宝宝如果在战场上 不顶要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了 所以先换个宝宝 看能不能顶出药 好 魔王寻表 还好这龙龟没飞 不然这个龙龟拉出来顶不出药的话 下雨后就不明了 一只龙龟应该是个高速 他这样的话下雨后 龙龟在死前可以顶个药 不然的话 你这边你看 就剩下一个宝宝顶 那就没办法 就剩下这个队长宝宝顶 那就不行了 队长这肯定是高速 好 方正睡一个 没睡中 再封 好 又没封中 对面 这个时候 如果把两个斧子缝到 估计这边要哭 出了一只虚明对面 出了一只皮蛇童子 然后这个龙龟再给地府顶着大 那应该稳住 好 如果也地府有个大 地府再出虚明吗 哦 地府全读了一下 啊 就是 万一这个出点什么意外呢 所以先读一下稳一点 好 大人请他降 但只见这个宝宝飞的实在太快了 如果这样打下去 是包输的 你看他这边宝宝基本上 站不着两回合了 但对面的虚明 你要出就出一波啊 你说一只一是什么意思啊 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啊 啊 这个队长宝宝神了 母号宝宝飞啊 还好这边宝宝有在神用 不神的话 那就是真的没动啊 好 地雷打这一只千树 对面是知道这个宝宝是顶掉的 现在先把你千树杀掉 因为虚明是秒不动啊 这边有灵动 再差一点把这个普通三个秒死了 差一点的伤害啊 对面魔王如果谁再抱得多一点的话 普通三就挂了 有个大惊 或者是说对面魔王这个时候停一下 两个魔王先不输出 出两波虚明啊 然后三只虚明成型 然后再配合我们群秒 空空这边的话 这边很难受的 好 刚刚对面魔王这把是不是出宝宝 因为两个魔王都没有宝宝了 好 这次在这个回合 对面居然怂了 接着罗汉军忠你吗 你敢信 我操 你敢信他居然接罗汉军忠 你居然怂了 我裤子中你给我看这个 罗汉加青青 我 那个 他对面打得太保守了 真的太保守了 看到这边就出去 他就怂了 他自己先怂了 我操 别怂了 大哥 我 我直接跟初心 初心明给你对秒啊 这边紫星辰更熟 你看 他可能不知道紫星辰的血量啊 这也可以看血的 虽然服战是延迟两回合 在武僧坛看的话会延迟两回合 如果你不是在屈你看啊 武僧坛里面看也可以看的 会延迟两回合 但是如果他那样 我血量你自己算得出来了 一秒多少血 然后加了多少血 应该算得到 他居然怂了 哎呀 这个接个罗汉 接个来个精青 你出两个宝宝都好 那你出宝宝比这个 比你精青好吧 罗汉可以 但是你没必要精青啊 你没宝宝你怎么防啊 啊 这把点魔王 射混点应该挂了 哎 居然没死 但是还有虚明 看看能不能绝杀 好 虚明现在是秒钟中魔王的 95 哎 刚好绝杀 刚好绝杀 是的 没错 你看他这边就一个虚明跟了一下 其他宝都没跟 这都能绝杀 看来不得不佩服 这只能绝杀 效果 比较好得多啊 果斗呢 是超倾台的统的 好 武尊关 风力吧 这边的一个 呃 葡萄三没风能中 对面 其实这么 咱们真的好低啊 魔王确实暴力 但是这两个方阵三 跟武尊关 他妈就是来酱油的吧 你换个风力行不行啊 换个天空 早就已经那差 换个天空 风风 被用法宝 这边起不了塔 对吧 然后那个 换个天空 命之力高一点 这边早没了 这个方阵 武尊关的命之力 加起了百分之五十 我吃强啊 你们回头看录像 绝对没百分之五十 我敢这样说 好 这样两个人 等一个风 有什么屌用 一个天空的命之力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已经能敌你们俩啊 一个人敌俩 因为我怎么办 我又不丢用量甲 开玩笑啊 好 这边B雷点这个 那个是一个传染俩吧 好久没看到这个广告了 那公司是不是倒闭了 也量甲公司是吧 好 立批 再批这边的五号宝宝 因为其实 我发现 像小时候看到很多广告啊 什么老白金 老白金还在 最近看电视 好像就有看到了 最近最近很少看电视 偶尔去看一下电视 还看到老白金呢 好 起个子人 这个对面的头上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 什么射魂解掉了 但是像传说中的 什么国卡 三卡三代的手机 甚至四卡四代的手机 现在已经见不到啊 以前的话 我觉得电视台打广告 这个广告 这个手机超常代机 什么四卡四代 三卡三代 双卡双代都已经过时了 那时候是四卡四代 特别特别屌 好像很屌的样子啊 我在想 我要是有这个手机就屌 现在想想操 他妈的多傻 好 魔王取猫面商一波 对面取牛镜 牛镜又没了 现在这边补一下牛镜 然后那个 现在宝宝有罗汉 那至少来说 对面宝宝应该可能趁一会 DP再批掉虚弥 那这一波也是稳住了 但是对面刚刚没必要耽的 真的没必要耽的 太耽了 大哥 比出点虚弥的话 紫乘更耽 好对面打了 其实就是保守 这样没赛 当时我也是有直播过的 偷偷的直播了一下 对面现场直播了一下 然后我看 我说他妈这文弹哥 是要夺冠了 我看紫义之间很扛不住的 但文弹哥越打越保守 越打越保守 他就是觉得他伤害太够了 这就是 有时候觉得 大家觉得 我两个魔王秒里稳赢的 我都不用做其他的 所以他打得太过于保守 没有主动的一个进攻 就是取猫面商 取猫面商就在挂机 两个魔王就在挂机了 然后呢 就靠两个封印 那两个封印用不准 那就没得玩了 因为他两个魔王确实灭三高 方式参跟武藤冠 适当的时候 冲一下辅助 或者是输出 控一下愤怒 这边基本上 他确实能赢 但是呢 挂机的话是一点 这是一个败笔 还有点就是什么 就是你们领功中 你本来就低 是吧 靠两个封印 搞什么用啊 这边已经没饱饱了 已经没饱饱了 你看这个时候 他直接出武之虚名 武之隐功 直接在这边包手 我跟你说 不出 而且对面魔王速度慢 这个魔王速度慢 而且你换宝宝的话 你换一些虚名 他宝宝 虚名宝宝速度最慢 你们大家都知道 那这边魔王秒出去的话 那假如说 这把紫印成两个魔王秒 那对面全部换虚名 这个魔王也只会秒了 对面人事上 秒不到对面宝宝上 你想我这虚名 紫印成这边 下一波秒过来 罗汉一枚 我操再见 是吧 而且在这边刚好出宝 你看 多好的机会啊 那个 怂了 打得太晚 不要怂 我是他我就出去 真的 他打的就太薄俗了 这就是决赛的时候 有时候没一些魄力 你知道为什么紫印成 上师弓去冲那个 去冲那个不武神吗 就是有点魄力 就知道我打 我用三弓啊 或者是什么那种标准队啊 我就两方队打 他可能打不过 那我干嘛 我就来个出其不意 上个师弓队 给你怂一波 你看 你现在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没出虚名 紫印成都怂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紫印成都怂 你看 丁耀 你没出虚名他都怂 你出了虚名还得了 他刚刚没出 而且你出虚名 绝对不比你怂合 秒车的伤害低 对不对 大家算一下啊 因为你两个魔王秒的话 可能秒这些伤害 但是你出武之虚名的话 说明那回合 直接把一个辅助秒死 如果暴击一下 然后下回合 波罗山补灵动 方神山封一下输出 然后那个 方神山跟武朵 一人封一个输出 不管大唐 方神山把两个魔王 方神封一个魔王 方神睡一个魔王 直接睡一个 然后武藤万封一个魔王 不管两个辅助 对面普通刷零动 两个魔王再秒一波 武之虚名秒出来 卧槽 这边只能火焰伞 敢停的 狂你要的 宝宝根本不敢输出的 真的 所以这就是一些 这就是一些 这个指挥之间的一些 相互的一些特性吧 可对面的 但对面指挥又不知道是谁 有时候的话 打一些队友 一定是其不易 好 这边还在怂中 你看 去血灯 血灯赶紧起 然后低伙多多 你看 你现在就这几个攻宝宝 但对面攻宝宝 对于主是要 人类说没威胁啊 你看到 紫禁城防御很高的 你宝宝点人 能点到一千 杀害我吃翔啊 除了隐功啊 关键对面还没上隐功 你别告诉我 你没虚名 你就一只虚名吗 就那个方杖 住的只虚名 哎 这个火焰伞 反强一千 反强神了 好 这边是拉出的只虚名 暴对面暴了一千五波 因为你这两个封印 是干嘛的 你封好两个魔王 大堂 杀一个宝宝 没事 他一盒就算 那他杀一个 你还有事实是你的 下回合 两个魔王秒两波 然后区民秒两波 这边就没了 对吧 好 这边顶了个大 然后这个宝宝拍了一下 这个魔王 你看根本打不动啊 所以只能 怕的是两个魔王 跟一些法宝宝 你知道吧 你看这两个斧 其实很怂的 龚宝宝在场上 这个龚宝宝就是 没威胁 真的是没有威胁 这龚宝宝 就等于说 哎 这龚宝宝 不用怕 反正顶不死我 我知道最好血量 就行 宝宝刺中的卡卡药 没压力的 在关心对面 那个风中的命中力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真的50% 你们俩能不能同时中一次啊 对他妈 这个中了 那个不中 要不然两个人都不中 我就没见两个人同时中过了 靠 果然是这个九天啊 可能要等到明天吧 他说 这个今天我中了 明天他中啊 好 这边顶了一个大 这个九天家族 好像是不是打过皇宫了 有点印象啊 他可能跟谁打过皇宫了 分裂对这个名字有点熟 好 对面顶大 然后这边的一个 宝宝取妙一波 不过文弹阁的话 确实拥有高战神 打得太为保守了 本来战神有高 你干嘛这么说 好 帮战接罗汉之中 这个罗汉一接 那么压力又小了一些 然后武刀刚在封 好 又没中啊 就是不能中两次的 放心 反正对面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的 这确实是一点 这两个 这两个风中的重力 就高一点的话 这边就是很难打的 好 这边是只要出立批 点对面方寸了 立批了2500 那这个方寸 这个方寸就要挂 小屎王中了 好 那就要死了 这个很可能会死 大刀少 2500 一千 两千 一千 一千一 然后就 就已经 就打 又少了一千 哇 这个血量点多 懒得算了 反正已经很高了 好 又是一千二 好 这个魔王群秒 看看这两个魔王的门 一套天了 好 立批直接被秒死 鬼门的 砸了988 砸了988 然后这个 先秒这边 对长的宝宝 对长宝宝飞掉 这两魔王 真的很凶的 这边两个魔王真的很凶的 好 没打死 大死亡 补刀 还是没死 方寸血很多 这都没死 方寸血略多 补刀失败 反正这样的话 这边宝宝已经全部出过手 队长的宝宝也飞掉了 这个鬼魂 立批的又起来了 这是三千血的立批 全伤害的 方寸血的作用 这个时候会分个身 对 分个身 宝宝解小死亡 他就没话点你了 顶真 你点个大金 但你没解小死亡 这个 解掉小死亡再说 好 这边再拉立批 地府驱散点杀 驱散点杀的话 会带一回合小死亡的 这个 带两回合 但是葡萄山下回合 就可以直接拉的 他没解的话 这个导得就久了 没解的话 这个 他的小死亡 现在正是第四回合 下回合是第三回合 下回合就不能拉 而且他下回合 罗汉好像就没了 因为这下回合 最后的罗汉 那下回合 然后能拉的时候 已经没罗汉了 这个魔王都没 那就能不能再高一点 好 又被弄 这是出门之前没烧香吧 没洗手啊 主播 那没砸过 没砸过高伤害啊 这就是600 又砸死来了好像 好 那就站住了 好 那就站住了 下回合就会后罗汉 然后没有死 如果手还没法拉了啊 好 方正睡了一下 睡中 然后再封 封一下 波罗山没封得中 因为这边没灵动 帮你刷灵动 刚好对面是补个灵动 这样的话 伤害又会高一个档次 因为灵动的话 也是法抗嘛 所以这样的话 对面猫猫猫会更疼一点 群里啊 罗汉的宝宝3000 只算对面队长起个灵动 避雷 高连宝宝打这只4号宝宝 没打得掉 能进加暴击 但是对面的输出宝宝 确实是太没输出了 还在清宝宝 而且打不动 好 神了 打半天打神了 你看 他对面出点高伤害的宝宝 我这边真的是压力三大的 而且特别是在这种 只阵神没什么宝宝的情况下 你看 只阵神的宝宝线也不多了 他对面可能想的是 你快没宝宝 那我再稳住两波 再秒秒 反正那我就赢了 还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现在毛毛是挂机的 大唐磨雪 对面的一个隐功 直接破掉 那个3号隐功 对面宝宝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没进阶 还是说进阶没改造型 这个 这宝宝这个造型 应该是没改造型吧 但是应该也不像那种高属性的 哎呦 曲苗 我差点把普通的秒数 你看你看 你们幼稚虚米吗 你看你看 多点伤害吗 你敢 你宝宝敢多点伤害吗 这普通三就挂了 我操 普通三一挂的话 这边得应成包霉的 包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风三一死的话 这边封封地府 封个魔王 好的大唐不管你 曲苗控师 叽叽叽叽 好笑一下这边的普通三 你看还得重新控风度 然后有点笑 要死的话 刚刚不用控风度 五中冠封地府 这边封到戒 方正恩再封一个魔王 稳住狗 好这边棋子 毒一下 因为刚刚没血了 好危险 哎 对面打得太保守 这也是对面的一个问题啊 对面的问题 真的对面的问题 怎么办 命中率这么低 打得也这么保守 我冲一下 紫金城找没了 紫金城 太保守 好 这个恨铁不成钢啊 真的 分裂哥当时在直播的时候 我说紫 我在安国包多罐啊 我说他只要会玩包多罐 稍微冲一下 找了机会冲一下 紫金城就我说他包赢的 结果他打到最后都没冲过紫金城 我操 反而是被紫金城 无限冲 无限冲 他打到最后都在挂 就在取瞄 然后清宝宝 他战术没变过 反而是让紫金城抓住机会 把对面人点了 然后一点完之后 这边根本没机会翻盘了 直接就点到死 有三宝宝什么宝宝都没机会出 没机会翻盘 因为那个时候 然后方正起了个子人 怕这边点杀 弄断放大堂 好中了 不过并没有把嘴封掉 他再给魔王起个灯 因为魔王血也不多了 所以魔王当时起了个子人 好地府再起子人 因为现在没有宝宝顶要 所以他这边怕 万一对面一个暴击的话 宝宝有时候可能来不及顶要 就麻烦了 好的 对面现在是没有 没有流进 现在不流进了 又到了三十多回合 好这边又出了两只隐身的宝宝 不知道是隐功 因为现在紫金城按照道理说 这个时候出签数没什么意义 因为不签数的话 对面旗号流进再秒过来 这一签数就没了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要最多充一下 因为再不充 紫金城是没机会的 所以他就肯定是要充对面 因为也就是最后两波了 能不能顶得住 因为紫金城宝宝确实不多 还有就是我这边药也没收了 你看他这边大金啊 五龙丹怎么用的 也是比较快的 特别是大金 药用的可能比较快得多 对面药都没怎么用药的 其实 所以肯定是对面要急的 好罗汉一接 波兰了对面的魔王 对吧 破甲的是对面的队长 好像猜到了 猜到了是点队长 直接是波兰的队长 小死亡中了吗 小死亡中了 看看这个点杀 大唐第一刀破掉了波兰 加了一千血 第二刀 第二刀加了五百 才破掉波兰 说错了 第二刀出了个金甲 好 找过去的血量 跟加的血是差不多的 等于说大唐这个 很少军没伤害 那这个点杀应该是失败了 好 对面群苗 这波隐功好像还撑着住 因为某群苗没暴击 好 没暴 省那一只 还可以 那隐功还也是出手的机会 但是队长被封了 这个你还又是失败了 别的跟一下 对面处保护 没死 手抓抓过了 那想补刀也是不行的 地府不能抓的 抓过去没伤害 也不是不能抓 你抓过去没伤害 这个对面的五号宝宝打回来 是没打中 好的 利劈还在 有没有机会再补个刀 因为对面没有什么高速宝顶要的 对面必须人顶打击 要不然再加波兰 好 对面选择失魂的利劈 失魂中了 有想法 有套路 直接封你的鬼魂宝宝 这样利劈批不出来了 因为你伤害高的就那只利劈 隐功点我其实不成的 对面不怕隐功 就怕利劈 选择人顶的大技 没有加波兰 但意义差不多 然后解了魔王的封印 魔王是曲妙的一把 曲妙的话 并没有点对面队长秒 那应该不是补刀了 并没有点 好 对面曲妙把利劈给秒死了 但是一个毙了 又把对面宝宝点掉 对面在这个地方出了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被冲了一波 有点虚 所以是出了血 雪宝的顶要 然后方船起了个塔 武当官再封 又是不中 反正武当官不能连续封中两次了 你要理解 他绝对不能连续封中两次了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方船三甚至是很难不中中的 他刚刚是连续中了 刚刚是把宝宝跟魔王同车封中了 这个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把幽灵起了个法防 因为刚刚已经顶过大金了 所以魔王的血量现在比较多了 先起法防先站着 这样的话顶要的机会才会更多 如果你不顶要的话 这边两个魔王秒撕 去对面幽灵可能下回就挂了 所以先起个法防 然后再顶要也行 才知道你现在不敢点我了 好那么龙龟再解封印 但对面队长好像血还是不多 可能下过还得顶要 宝宝先点这只隐弓 没点死 差一点伤害 大郎出了一只孩子 现在这边大方血不够少 落魄了一下魔王又没中 武当官再封 武当官中了 这次把魔王的塔封灭了 这是比较nice 然后对面葡萄山接了汉金钟 滚一下节奏 这边葡萄山起个灯 够不够少 血量好像够了 但是并没有点 是选择毒类吧 那大汤这边的话 毒的话血就够少 他可能要起个干酱了 大汤现在可以起干酱了 这样少之后 没意义 对面宝宝多 对面宝宝很多 紫燕城也没有刻意清 对面宝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一些雪宝宝之外 紫燕城甚至是没有管过 对面宝宝的 除了一些雪宝 跟杀瘾工 我看大汤好 就扩血了一次 那个什么龙龟 跟那个瘾工 就没怎么杀宝宝了 所以这个 整层并没有管给你宝宝的 这群苗刚刚差点是把这边 多多三秒都没血量了 好像这边是两魔王 要是三魔王的话 就要哭啊 就已经没了 是吧 把那个风系换成 换成一个法系的话 换成一个龙弓啊 什么的 这边直接是哭的 我操这玩个娇 这个玩个娇 这算还太暴力了 是吧 换成个凌波城什么的 又有点杀 直接双斧三弓 我觉得 对面直接双斧三弓 开个风阵 过去都已经赢了 真的 他没上双斧三弓啊 这倒是真的啊 你想风阵大客 是吧 然后地府普陀对面也有树 如果对面上地府普陀 然后三弓队友的话 这边扛不住的 点杀能力也有 就光打面上这边都扛不住 当然可能防点杀能力 就欠缺一点 但是 总的来说 对面抗性也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三个速度同时 这种配合宝宝都点不死 对面抗性真的很高 毕竟高段什么 魔王群秒报了一下 这个还是没飞 但是队长在这时候 接个罗汉金钟 对面的右边的魔王 能不能秒死这个孩子 好 神了 可以 关键回合必须得行用啊 魔王群人砸对面宝宝刚好砸掉 虽然砸了不多 砸了860 但是这个对面幽灵也没什么血量 所以刚好砸掉了 把宝宝秒了一下对面队长 好像是把对面龙子灵动给去掉了 刚刚没有 没有注意对面 没有灵动 反正对面现在队长没灵动了 有没有宝宝 这围盒是指定成点杀了好机会 敢不敢撑这围盒对面有罗汉体点杀 而且因为这围盒方寸还没宝宝 就是撑这围盒 好方寸一只宝宝 我中根封大堂封重 有金清吗 虎山起来的灯 好 金清爵 nice 那地府应该是要点了啊 小属王丢谁 丢魔王吗 丢了方寸 点方寸 对 这个方寸没抗性 大家刚刚看到大堂少方寸是最疼的 少提弹少不动 但仿扫这个方寸是很疼的 好 这个很少前进最终的输出保护 已经打了接近6000血了 大堂加起来的伤害接近6000血 那么这个方寸三估计还有6000 好 这个砸600 那就还有6000 好 这这这他妈到我时候找 这两个加起来血要找 这个伤害看不下去啊1200啊 两个猫猫血的 那个两个猫猫伤害加起来才1200 我说1300 你敢信 好 孩子补刀也是不成功的 这个点杀果断的魔眼套间不给力啊 虽然紫星神宝宝神的确实不说 对面重力确实偏低 但是紫星神的魔眼套间的伤害 确实不太高的啊 好 方寸分了个身 躲掉这边的一个灯火的补刀 然后那个 因为对面没有高速宝宝 刚刚出的宝贝没有高速 所以先分个身躲一下这边的一个宝宝 然后刷灵动 对面高好没灵动 然后魔王接罗汉金钟 看这两魔王干嘛了 好 补刀了 哇操 直接6000砸死了 那次了 真是终于暴力一次啊 刚刚600 这他直接伤害提升10位 刚刚600 700 好 666 哇 4个6 难怪 这果断的网易改了 这是什么伤害吧 你看刚刚某一天砸了4个6 你敢信 666啊 这个确实6啊 刚刚砸600 然后砸700 这一次6000直接砸死 而且又砸个666 这是要一波冲对面 刚好对面也是松懈了一下 觉得有个分身术 躲一下这个补刀就成了 结果是地府破了 地府人破了分身 啊 这边地府刚刚没动 地府很破分身 应该是用的驱散 应该地府驱了一下 然后那两个猫王在砸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猫王忽然发力了 然后要一波冲对面了 对面看到方正在一起做什么 好 猫王起了剑 好 这就是让紫棋城抓到这个机会 其实大家也知道结局的啊 这是刚好是周一会儿 然后魔王暴力了一下 所以也该增加紫棋城点死 你看那刚刚刚那两猫王 一个砸个2000 砸个3000估计里头挂了 刚刚起了雪灯 你刚刚有没有 大家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他是起了个雪灯 之后砸到6000才砸死的 比如说刚刚魔王方正在血量 不足5000啊 方正刚刚剩下血量 不足5000 那这两猫王 你稍微砸个2000多 2000多就挂了 但是非常尴尬的是 但是这两猫王加起来 成本才1000多操 然后也该也该你死啊 这个周一会儿对面怂了 我们现在赶紧是 罗汉加哥董子人 这个大堂的话 在周一会儿是中了乌魂啊 打出去就一点伤 那就中乌魂了 魔王群秒 魔王群秒对面也是再群秒一波 不过紫棋城五龙丹 应该还是有 因为对面面中了 龙丹是罗战大剑少跟宝宝少 但是也是抓到了这个机会啊 对面在周一会儿居然还最中 宝宝打至于宝宝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除非你是宝宝被碎 有意的去拍他 要不然宝宝打宝宝 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你这个 迟迟不操作 然后他自动 自动的时候他宝宝会自己打宝宝 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会打碎 但有时候会自己打这个宝宝 这就对面乱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对面就乱了 葡萄山的刚刚是宝宝自动了啊 好 这边水了一下魔王 宝宝宝出手 逆劈直接劈 对面只有那只幽灵 你就拉一只雪宝宝就很 很容易杀了啊 然后地府再读一下 对面的一号宝宝 好 读一下回忍雪 大堂直接破血 对面的四号 现在先清止宝宝了 这个时候把这波宝宝清掉 断点优势 然后魔王取秒一波 米屁又死了 然后这边取秒一下 对面方船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 对面并没有卡要 好卡了 刚好是幽灵卡要 要卡要卡出来了 这个幽灵比这边的魔王快 因为右边的魔王是天正减的速度 不然要被秒死 秒166 可惜了 不过好在五号宝宝宝宝中三只了 而且三号宝宝没血啊 三号宝宝没血了 下宝宝可能只剩两只了 方船起来睡了一个魔王 好的依然没中 星期天我在水晶宝 依然没有发现 果断的没中 这个要是中了的话 价格和戴风大堂 对面帮上右稳了 或者分个身什么的话 他这个应该分身 躲小手啊 我看他的话 精致一点分个身 骑个子也扛不住 要真点你的话 你这个血量这么少 好 出区名 那他要挂了 药症小手发 这方船是智障啊 岂子人包死了 大哥 先分身啊 哎 智障有问题 不过他这边分身也没用 这边出了个虚名啊 也是没办法 但是他也是得死 没宝宝抵药 他这个三号宝宝速度慢 比这边的队长都要慢一些 是卡不出药的 除非他葡萄山能得赖个智障 或者是按照分那个刚刚说的 他把右边的魔王封中 然后最后再封一个大堂 那他就稳了 但是呢 可惜的是没封中 他幽灵卡不出药的啊 幽灵比这边队长 魔王要慢一些的 如果大堂跟魔王把对面点死 他是卡不出药的 要不然就对面魔王能给那个方船卡大心 但是也不会追悦魔王能给方船卡大心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尴尬点 方船又弄小装备点 然后这就要崩了啊 这是崩了 一波了 好 出其他 普通上给自己来一个双灯 又是五 又是五回合 而且你不好提醒他呀 因为现在 这边是适当的在控制宝宝 就把那种能卡速度的宝宝给你清掉 那这样两个魔王控制一个群秒 破分身或者是一个魔王在群秒 一般的方船给秒死了 所以你显然不一定站得住 初恋独 幽灵你要飞 这为何估计两个魔王秒 所以对面幽灵你已经没血了 独的还独才独四百个 好 对象初恤宝宝幽灵起了个法防 好 对面接个罗汉军中 这样的话 让自己的宝宝有罗汉效果 因为这几只宝宝杀俺的一个虚名嘛 三号宝宝可能是个利劈 那就保证这个宝宝不会第一时间被对面魔王秒掉 好 公宝宝点这边的一个虚名点不到 这个虚名血有点多 它是一只血法的虚名 这个虚名 这个其实法例子也不一定要全 不一定要全魔 你血量有个六千左右 然后虽然顺法减了一些血量 减了去血上线 但它血也多的 能撑几分钟 拉起了利劈 这把再点 点净魔王 这个武装怪的命中力就是个渣 我操 关键回合又感冒 操你妈你敢不敢风中啊 风中大唐的话 这边点得死了 但是 呵呵 好 燃病暖 两个利劈劈回去 对面已经是劈的四千多了 这魔王要挂 这有一个魔王要做小事 就是一波冲了啊 这就是一波 只见从东北宝宝就让对面给冲了 打开保守 还有点这个命中力啊 操 两个风系剁手了 回家自己剁手 魔王确实已经是尽力了 好 直接扫死你看 真的是已经尽力了啊 这个魔王两个猫已经尽力了 但是你这个两个风系就是个渣 我靠命中力真的是低如狗啊 有得必有失啊 有得必有失 让你伤害是有提升 确实风阵大克 但是大克并不加风阴命中力啊 这梦幻的话 大克只是加伤害啊 就是说震大克 你会多大 对于他来说多百分之多伤害 但是命中力是不加的啊 所以的话咱并暖 好 拉风阳再拉不起来吧 这边有另一批控司啊 直接破加点五双冠吗 破加利 那个一批子的平坦 因为拉起来另一批 男是只够皮 那个批一次的 然后第二次是平坎 不过这下立批保护了 看来五双冠雪也不多了 地府驱散点 驱散点的话 带一个那个小鼠王 但是好像那个 辅冠冠雪有点多啊 这个拉方寿这一把的话 对面有点貌似 因为这个对面能抵要的 我刚刚说过就那只幽灵 除非说啊 然后这边砸死砸死的刚好 除非说这个魔王队长 没把对面方寿来秒死 他是想堵一下 你能不能 因为我有指纹 你能不能咬我 你能不能秒我一千六 然后对面幽灵卡了药 方寿就站住了 他这样想的 可惜的是想太多了啊 尴尬了一点 好 但是五双冠现在也拉不了了 现在对面要崩了啊 不如山再拉 再拉五双冠 他是选择 这个你这样拉又死的啊 大哥 你这样拉的话 这魔王秒过去你又死了 他是想堵 这边魔王秒不了一千一千五吗 这个因为这边 而且立批还 跟冷下 他又站不住了 好 出虚迷 这拉的莫名其妙啊 果断的啊 好 虚迷 好 武装罐 死了 没办法 这个立批补了刀 而且虚迷也打了一个伤害啊 他想堵这个队长 能不能把对面给秒死 啊 这两个魔王空手 你还敢还敢拿 我真是你搞融 而且你宝宝卡不了药 你知道吗 你说他那个 有个高速宝宝卡药还好 他那只幽灵都飞了 怎么卡药啊 对吧 好了 现在这小手起来都拉不了了 这我叫你拉 谁拉魔王啊 对面魔王比对面魔王快 拉魔王 猛出宝宝 孩子拉 孩子拉那个 孩子拉 猛出宝宝 然后那个宝宝拉五重罐 好 最为何是一个好击 我跟你说 葡萄山拉这个魔王 孩子拉方寸 这个宝宝拉 拉五重罐 我这种写的方寸出签数 我下个会顶个要 我那一批 啊 大当莫子的孩子 孩子一层还有几望 你看这个孩子拉方寸 孩子最后出手 方寸起来出宝宝 啊 那么这个宝宝拉五重罐 然后葡萄山拉魔王 就可以了 真的 啊 这个他没有拉魔王 那魔王小手 回合够了的啊 绝对可以拉的 那魔王小手 回合够够的啊 那他没拉呀 这方寸小手都没了 魔王这个 因为这方寸点了 这种被点的狐猫嘛 这些小手肯定是能拉的 好 保护拉方寸 你点个大 好 孩子拉五重罐也可以 行 孩子拉五重罐 可以的 什么 这这这这这这 这里吗 这方寸起来还没动 所以说对面也是失误啊 那回合我看的 当时我都想哭 当时我都想哭 他本来那回合就可以拉 已经可以拉那个魔王了 你这个孩子给普通三卡大没用 因为如果他死了 你卡不出来 如果他死了 你是卡不出来的 你还不如直接拉五重罐 五重罐起来封一口 然后刚刚拉方寸 方寸是没动的 因为这个慢的宝宝拉方寸 他是肯定能动的 他是起来没动 是一个失误 拉了魔王 再把魔王又没动 这个就是放水了 这就是他妈放水了 这普通三比魔王快 拉魔王 魔王是可以动的 他又没动 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能不能 所以他那边可以拉起五个人 他根本都没拉起来 而且还可以出个宝宝的 他那边拉魔王出宝宝 然后五重罐直接不拉了 死心不拉 你别告诉我你没拉人要 五重罐起来没动 方寸起来是没动 然后下围会拉的有宝宝 然后应该是那围会 孩子拉一个 然后这两个顶的要 拉起了方寸 放出宝宝 孩子拉魔王 拉五重罐 五重罐起来封一个 或者起个指的 然后普通三拉魔王 你看他刚上围会 就给拉魔王的 上上围会就给拉魔王 他没拉 他等到小双最后才拉的 他也没拉魔王 好这把魔王也没 没了啊 而且拉起来的话 紫星层没的 我跟你说 紫星层没血的 拉出来干嘛 出虚拟或者是出几次签数 出签数抵押 然后出虚拟 防秒两拨 这边紫星层包没的 因为紫星层没宝宝 他只有一只 就是轮轨的抵押 而且紫星层又冲对面 根本想不到 你会拉起这么多人 但是呢 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拉起两个人 两个都没动 拉方寸 方寸三没动 方寸三没动 应该是拉起方寸 方寸数签数下个 方寸那个签数来顶要 就不用你孩子顶 如果你孩子顶要 你顶出来的时候 他要么没死 要么也用不着你 你方寸数个签数下个 和顶就行了 对不对 孩子没必要去顶要了 所以说孩子应该 拉五中冠 然后这两个宝 拉方寸是没错的 要不然拉魔王就对了 然后同时魔王出宝宝 方寸数宝宝 那回合就有五只宝宝 因为那回合 那个孩子省了嘛 猎人的宝又没死 所以不然拉起了 猫猫出宝宝宝 就是一只 然后拉方寸方寸 五只宝宝 加一个签数顶要 武装官还能起来封一次 他居然出现了一个这种 A拉B的一个失误的一个战术 让子晶找到结果 直接终于拨了 他那个时候起来封一下 这边人的话 这边很难受 因为这边没宝宝解封 而且子晶时间也没愤怒惊惊 你可以看到 他那个时候封一下 然后方寸再睡一个 这边根本没法 根本没法急速出 然后对面起了两个血灯 签数顶顶要 稳住了 他就稳住了 包稳住的 或者是武装官再来个血灯 你是在觉得武装官的风筝 你武装官也来个血灯 也可以的 但是 但是燃病暖 对面的一些失误 也是战胜了这种比赛 就最后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刚刚分析一下 分离高说的对不对 是吧 他们那个两个宝宝拉方寸嘛 方寸起来出签数嘛 德山技能拉队长嘛 队长因为队长是包拉出宝宝的 队长比这两个猫猫快嘛 对的拿出宝宝嘛 对不对 孩子最慢嘛 孩子拉起五重罐嘛 五重罐起来放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方寸山 出一只签数猫猫猫猪猪猪宝宝 然后那个签数下回和警觉 然后人都在 结果他妈的 谁都没拉起来 然后拉起了个方寸山 那个方寸起来还没动 起来还没动 这段就拉起来 什么都没做 他应该是没操作 那一会儿方寸自己没操作 所以他那会儿什么都没做 他那是方寸那会儿没操作 你如果死 那个人最后操作 才不及了 他梦幻是 那个计算时间 你不会计算 你死亡的那个人物的 他可能是想拉 这个其他已经操作了 然后方寸山半年不操作 他想来 操作是已经慢了 因为那个系统就直接 直接跳了 打过PK应该都知道 好 也是恭喜紫行神啊 抓住了一个机会 把对面一包冲了 那对面的失误确实蛮多的 前期打得太保守 前期如果出两只虚伪 冲一下紫行神 紫行神都没了 前期太过于保守 再让后期的一些失误 对面药肯定是有的 别告诉我说 对面没药啊 对面死的人 都是用那个小手点的 这个根本没有用 说普通嘴巴 是吧 辣药 而且对面就没怎么用的 龟叔宝宝 燃病卵 没起到作用 对面是放弃的 今天开始当天打字了 恭喜紫行神 打得非常不错 分店也是弄了个微信公众号 最近在玩微信 还是在学习 想跟我聊天 都可以加加那个微信公众号 我会跟每个人都聊到天的 我是真的有回复的 真的爱戴着回复的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问我 什么时候过去直播梦幻 但是能不能换个话题 跟我聊聊人生什么的 什么说妹子啊什么的 跟我聊聊人生啊 我是非常欢迎的 这边是龟龟 这个是黄鼠团不操作死我 但是难兵暖了 刚刚刚的时候非常尴尬啊 西山招大堂 因为之前那个王智的大堂卖号了嘛 王智的那个大堂装备 全部在藏宝格上面的 宝贝也在藏宝格上面 所以西山是没大堂的 大家这个有大堂 可以去看看西山的硬件 指挥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吧 但是很多团队毕竟 虽然他自己打的不好 但已经有一些感情了 反正不一定要打的好 但是我自己觉得玩的 更是不行 当然大家一定玩的开心 然后出口我想见识 但是难兵暖啊 现在是站不住啊 起来一个死一个 起来一个死一个 这个是没意义的 如果刚刚的话 那个时候 因为这边已经有宝宝解药 或者控那个控尸了 他刚刚就一个龙龟 解不了封印 然后呢 人的血全部残血 那个时候紫晶城没血了 紫晶城忙的冲也没血 他那个时候是起来 秒两波 然后封一下 这边都没了 可惜了啊 好 那最后一会也是结束 恭喜紫晶城啊 这种比赛真的是非常的艰险 非常的刺激啊 非常的刺激啊 嗯 差一点紫晶城没了啊 可惜的是 抓住就把对面冲了 然后对面最后又出现失误了啊 所以呢 也是对面把这个 倒数的送力送给了紫晶城 让紫晶城夺落冠军啊 但紫晶城自身也是有实力的 确实 对面最后失误蛮严重的啊 那个失误太严重了 也是直接把胜利给装送了 最后看一下是谁清场 魔王吗 看了好像是宝宝